好,我们接着看 MissingPardon MissingPardon 混合模式 这个模式的话跟JS 关系就有点紧密了 也是在JS中 也是基于我们先前提到的一个Potachable 也就是圆形链 去实现的 MissingPardon 就是混合模式 它是在不使用继承的情况下 跟类还有对象 去添加一些功能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Doggle 它默认的话只有一个内幕属性 但是狗的话 它不只是说有名称 是吧 不只有名称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 像Buck 也就是叫 肺 叫 然后咬尾巴 像Play 就是可以斗塔文 这些功能 怎么样不借助于 继承 把他 这些功能 赋予我们的Doggle 或者说Doggle对象 我们可以借助于 Potachable 我们先前提的 在介绍圆形模式的时候 介绍过Potachable 可以直接把DoggleFaction 这些 这个对象 直接复制给Potachable 这里用到了一个Object 它的作用的话 就是说 它会把我们的第二个参数里面的每一个属性 每一个方法 每一个函数 只能说 在对象里面只能说方法 不能说是函数了 就是它每一个属性 每一个方法 去复制到 去添加到 我们的第一个对写 第一个参数上面 第一个参数上面 这样就修改了它的原型 是吧 原型 然后这些对象 就可以去使用这些方法了 这个还是基于 这个还是要提一下 如果是对这个原型 先前没有遇到过 可以看一下原型模式 我们先前提到过的原型模式 里面有讲这个原型链 它是GS 也就是JavaScript的一个语法 一个语法特性 不是语法特性 是它的语言的一个特性 语言特性 如果我们想让这个 需要有多个这个 混合对象 都混合到我们的对象上面 我们可以直接先 对我们的混合对象 进行混合 这里的混合 既是作为名词 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 混合对象 混合 这里提到了 狗 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为 另外呢 它还有一些 像 walking 就是散步之类的 还有睡觉 之类的这样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先混合到我们的多个方形的来题上面 然后呢 再把多个方形的来题 混合到 嗯 多个的 proprietism 这样的话我们的多个的对象就可以使用这两个 啊 符合对象上面的方法 嗯 符合这种模式的话 在我们的交互 scriber 在我们的 gs里面啊 也就是gs里面 它是用的 就底层啊 它也是用了比较多 然后就比如说像 问的对象啊 它从这种 问的 work global score 还有 问的 因为 handle是这些对象里面去混合了一些settimeout啊 setinterval啊 啊 indexdb啊 像insicratecontact的这些方法啊 但是我们并 但是并不提倡啊 但是并不提倡 大家在开发的时候 去过多的使用混合 因为这样的话会可能造成我们的代码比较的 嗯 难理解 不好维护 嗯 在react中呢 呃 以前呃 我们也是 使用这个广告对象啊 去跟组件添加一些orla功能 呃 后来呢 我们是呃 后来呢 是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了啊 建议使用这种高级对象啊 然后现在呢 呃 有了后可也也也不不建议使用这种高级对象了啊 高高级组件啊 也不建议使用这种高级组件了啊 呃 也提到了就虽然使用这种混合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再不再不使用组成的情况下啊 给我们的对象添加一些方式方法啊 看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啊 但是呢 嗯 这种修改圆形的方式的话 可能会污染圆形链 嗯 造成圆形链污染啊 不宜于为父 所以呢 并不推荐大家直接使用 OK